从哪里过来的 什么 从哪里过来的 我找我那个 你从那个 你从哪里过来的 什么我干嘛 你们是什么部门 你们是什么部门 我找铁人头 我当时以为是暴力犯罪 因为我是传过兵 我是退役军人 看到这个场景 然后我就冲上去了 他们应该通知了 自己城管单位的人 然后后面就有穿着制服 的城管过来了 他们把那老奶奶 强行从这种三轮车上面 给拉下来了 拉下来之后 老奶奶就躺在地上 他们好像要强行 要把那老奶奶 都到什么 他们办公室去 老叔 老叔 第一个 电视机讲 不要在这边闹 有什么事 回办公室讲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在这边 我还在台 因为网线外那边 一个 外面那个关东署 也是接到大量的特殊 第一是战斗警 这个就是有特殊的说 东卫生嘛 吃了会拉住的 到医院的 他们也是 正常的执法 都有执法记录仪 没有说这个博文明执法 他这个摊子已经收过了 他已经承诺了 说我不摆了 表情也有人举报说 这个地方又有战斗的 然后过去一看 还是他 就给他开单子嘛 给开单子以后 让他到这边来 接受处理 你就是写承诺书呀 或者是 你不能再摆了